有恩于我不渴望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民间很多人拜官帝 那拜官帝的什么呢 就是官帝的忠义人勇 对刘备 表现他的忠心耿耿 华容道放走曹操 表现很讲义气 千里走单旗表现他的勇敢 还有许多故事 包括歌谷疗伤 还有曹操为了害他 让他跟他嫂子在一起 那官羽就禀读春秋 这也是官羽的形象 所以说官羽在中国 被儒家称为官圣人 道家称为官帝 降摩大帝 被佛家称为迦兰护教菩萨 官羽称为佛教护法 是他在智者大师那里受了幽冥界 发愿要护持佛法 我们拜官帝时 应该要做如是官 人一辈子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够了 这个事情 就是天地正气 正能量的事情 比如说孝顺父母 中国二十四孝中 有王翔握冰球礼 母亲生病了 想吃鲤鱼 但冬天钓不到鱼 连水面都接冰 王翔就去握在冰上 把冰化开 来得求得鲤鱼 王翔就做了一件事情 孝顺父母 这就是有意义 那一辈子就值得 宣化上人 在东北时期 那时有许多孝子 其中有个孝子死了以后 人们去祭拜他的坟墓 都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 可以说是成神了 单单一个孝顺 就能成神 这就是天地正能量 在史书中 也写到许多 爱护生命 乃至蝼蚁 而名流千古的 也有写到讲信义 从不二嫁 而流传千古的 总之 人只要能做一件 顺应天地正能量的事情 这辈子就值得了 天地正能量中 以报恩为主 无论是孝顺 也是仁义 或者忠于国家 都体现一个报恩 有父母恩 国家恩 众生恩 三保恩 乃至天地万物 太阳月亮 土地草木 阳光雨露 对人类都有恩 都应该报恩 长存报恩心 这辈子活住就有价值 就能顶天立地 再或者 做儿女的 能孝顺父母 做臣子的 能忠于国家 当官的 能勤政为民 做生意的 能成信手艺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 都能做好本分 这辈子就值得了 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 看不见了 我们在这些地方 对不起的事情 对不起的事情